OK,首先呢,先欢迎大家来到清真教育的VAP试听课 我是今天的主角老师马克 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呢是关于我们的赠泽表示的 注意啊,今天所讲的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在你的爬冲当中会用得到 只不过说我们在爬冲里面会用的比较多而已 这个赠泽表示它的一个体现或者它的一个作用 不仅仅是做这种数据的一个提取 或者说来进行解析我们的这个网页 更多的是一个文本匹配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学习 那这个对于大家来说,不管在其他语言当中 这个综得比是一样的重要啊 那如果有需要本节课录播的同学 需要python相关学习资料同学,可以去加一下注意老师的微信 课后呢可以领取我们的这个录播视频 包括我们的python的相关的学习资料 如果有需要的啊,自己可以去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添加一下我们注意老师的这个微信就可以了 我把这个二维码放到屏幕上方 好吧 OK,那我们就开始来学习这个证度表示 首先呢我们这个内容 对,首先我们这个证度表示的一个内容呢 先让我简单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它的一个作用啊,或者它的一个引入 对吧,先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比如说我们之前呢讲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文本啊 我们可以在桌面当中去新建一个文本内容 新建一个文本 这个新建文本呢 你可以改一下名字啊 我们把这名字给改一下 改成是一个Demo 或者说是一个实例 在这个文本文件当中 我们可以去敲一些我们习惯的 或者说我们也经常会保存的一类内容 比如说在这里呢 我可以选择去挑一下 哎 mk 对 然后后面可以敲一下我的这个python 对 输入python 那我还可以敲上我的这个mk 哎 第二行写上我的这个 比如说我要有go 对 学学这个够元 上面是python 对不对下面是这个够元 那还可能有我们说的 哎 写一些汉字爬虫 对 然后mk结尾啊 看一下我说输入的这个数据的格式 然后快速的这里啊 再来也好吗 呃 除了爬虫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数据分析 ok 现在我是把这四行内容啊 对我看啊 看一下我把这四行内容保存一下 当前这个文件已经保存好了 我选择在这里通过一个文件的操作方式啊 我们pathon的一个文件操作 来进行读取这里边的内容 对 对我们可以通过f等于open 来进行打开这个文件内容 那当然这是在桌面上的啊 如果把它放到我们当前的目录上 哎 放了这个目录级别里边 他就应该不直接就可以直接输入了 我们就没有必要直接哎 去添加这个路径了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啊 如果你需要这个文件的话 你可以把它放到这个文件目录 对 放到这个p和p外面统计的目录 但是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直接导入你的这个文件的相对路径 对 绝对路径 然后在这里去复制下路径 就行啊 这里呢我由于我不太想写这个路径 我直接把它放到里面 OK 这个时候我的文件在这里啊 是能够在这个当前文件打开的 那现在我只需要通过敲上我的demo.tit 哎 打开这个文件 我就可以读取里边的内容 对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来打印一下我读出来的结果 或者读出来的一个数据内容 哎 打印出来 现在我们去运行一下这个程序啊 OK 他有问题了啊 他这里有报错了 哎 这个报错所产生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哎 你打开这个文件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于零技术同学来说 我们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选择读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说Python的一个操作当中 你不管是对于这个文件怎么样打开 你进行读写操作 你在打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一定要告诉你的这个文件 打开的一个模式 对 哎打开的一个设置的一个模式 一般来说我们如果是写入打开 对不对写上一个W 那代表你接下来要进行写入的操作 对那你就不能读 你看啊我写的是一个W 是写入的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才去读的话 你看 还会有一个报错 哎他只能什么 哎 可读对 他不是可读的 not read able able 是可能可读对 他不是可读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变成R 也就是read 读 现在你再去读 哎他就能够正常去读取里面的内容才行 哎能够读取里面的内容才行 那这里为什么打印输出的是空呢 我问一下大家 诶 这里边没有东西啊 看见没 哎我们刚敲的东西啊 你刚才因为你的一个打开失败 对不对你写入什么东西对 你写了一个W 然后你没有往里面写入东西 所以这里边他就给你全部变为空了 那我们还要重新往里面去自家东西 对我们刚才写了个什么来着 哎派生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 呃 mk 然后一个go 以及mk 爬虫 还有一个啥来着 数据分析对不对 我们把这些数据再重新添加进去啊 再添加进去 哎 数据分析 OK 保存一下啊 当前这个文件已经保存好了 我给关闭掉 然后再重新打开一下 看一下里面东西是存在的 这个时候再去读 哎 他又过来个报错 这个时候的 读取内容 对 我们应该写啥 读 然后打印所读取出来的东西 打印所读取出来的内容东西 但是他这里过来的个报错 我们再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东西 有啊 对 那这里我们要加上一个b 我们看一下 加上个b字节 以二进制的方式来读取这个内容 会不会出现问题 哎 确确实实能够读出来 对啊 确确实能够读出来这个内容 但是读出来的结果当中 他会自带这种什么 杠儿杠儿 对 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是我们的汉字 他会进行什么编码吗 二进制吗 对 你汉字肯定不能直接通过二进制的 显示出来 他只能显示这种字母 二进制的内容 他会 二数字的啊就是你的汉字内容 点成二进制格式的话 你是看成这种 哎 这叫做这叫什么进制啊 哎 这种格式啊 这种格式大家要经常熟悉 这种是二进制的一个理由 表示我们的汉字内容的时候 他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 我们在后面 既然他编码有问题 我们加上一个编码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打印 数据的内容是不是能够正常输出和我们在文本当中看到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这是我们说的文件的一个最常见的一个操作这个能够听懂的可以刷一个鲜花哈刷个鲜花好吧 对 对 对这个是最简单的 你打开一个文件 你要指定你对于这个文件打开之后要干啥 对一定要匹配啊 你写 写个R那代表读 你写个W那代表写入 不能不能重 不能说混淆啊 不能混淆 一混淆 你会发现之前我里面的东西都没了 对 然后后面还要指定编码 因为你的这个文件他会有一定的编码可是包括你的汉字如果想要正常显示的话 一般来说用UTR-8就是用万光码都能够去解决你的一个乱码的一个现象 在乱码的一个现象 那现在我的文本内容也读取出来 对 现在我的需求来了啊 你既然能够读取这个文件里面的内容 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去这个文件内容里边 从这个文件内容里边找到符合我要求的 找到符合我要求的数据内容 数据内容 假设这是Person语言购语言 以及爬升课程和数据分析课程 你可以看到这三条或者这是四条数据 假设这是四条数据 我要的是呀 我现在要的是 mk开头的数据内容 所有内容啊是mk开头的 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打印你所读取出来的这个内容 进行进行什么判断 来进行判断 判断一下你所读取的内容里边有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用tst 来接收你读取出来的文本内容 然后我需要进行一个判断语句 判断一下 我要找一下你当前所读取出来的 当然这个我们可以再切换为行 通过行来进行读取 对通过行来进行读取 这样的话 你打印这个tt 对 这是D几行 D行 对不对 加上个s 它就会把你所有的行内容放到一个列表里面 放到一个列表里面 对 对 对 那我们现在只需要去判断一下当前你所读取的内容 或说我们当前的这个mk 对 哎 它是否在什么 因 in tst里面 对 在这个里面 如果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什么 读取 当然 当然现在你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列表对的 我要进行便利 因为你这代表的是四条数据 我要进行便利 便利 这个t 那便利出来这个爱内容 其实就是每一条数据结果 对对于这每一条数据结果 我们要进行所谓的刚才的判断 判断一下你的mk 就这个字字符模 它是否是什么 问一下大家 我说让它是开头啊 开头是mk的内容 所以开头 你的mk大写 这个字母必须是每一行的开头 起始位置 这个应该怎么去写 这个应该怎么写 问一下大家 诶 在这里啊 你可以看到当前这个爱 或者说当前每一条数据 它会有对应的这种叫做字符串的方法 对不对 太多娃娃娃饭的对 这里我们要找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 有一个叫n的switch 这要是结尾 那当然有结尾它就有什么头 这个叫做s大 对switch开始的位置 对开始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我能够判断一下当前它开始的位置里边有没有我们所谓的什么大写的mk 是不是以打起mk作为开头的 如果是的话 我就把这个m给进行打印 把把这个爱进行打印 就是找到当前的这条数据内容 打印出来 把上面这条答案就可以给删掉了 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你会发现所有的数据 第一条数据 第二条数据 第三条数据 第四条数据 全部都是mk开头的 对 这就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所谓的一个查询 那现在我们不再去查询 开头 我们选择去查询 这个内容 每条数据 结尾 按着 哎 结尾内容是mk结尾的 哎 mk结尾的内容 运行 这个时候给我来了个问题啊 这个时候来了个报错 哎 没有朋友来报错啊 是没有打印出来我想要的结果 这个时候是为什么 哎 问一下大家 这不是有mk结尾吗 这不是有mk结尾吗 但是为什么没有给我输出内容 对 为什么没有给我输出内容啊 明明在数据当中 也就这两条数据是符合我的这个什么判断语句的呀 对 每一行 对最后结尾是mk这两个字母结尾的 那这两行不是吗 哎 这两行不是吗 为什么我没有读取成功 或者说为什么打印不出来 没有提取出来这个结果 再看一遍 还是没有 为空对 没提取出来 说本来就没有找到这个符合这个条件的结果 有没有同学知道原因的 km 不是啊 不是km 这个飞游小熊不是这样说的啊 你现在mk结尾他就去找mk结尾的明明很明显这两条数据结果是符合条件的啊符合条件的 这里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打开这个文本的时候你忽略了一些东西就比如说空格就比如说每行结尾他会自带的换行符 刚才我们用二进制的方式打印的时候 对 打印他的二进制格式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这种-2 哎 有-n的这种字符 对 这种字符 因为现在你在文本当中是看不到的 但其实他每行他都会有都会有 你看一下啊 我这里一行两行三行四行对 四行并不是最后一行 这里有一个数字五那代表我这里还有一个什么一行内容 只不过我没有写入但是他有什么有内容 他是有符号的 所以现在你去打印他当然没有是mk结尾的 但是我们给他换一个换成-n结尾的就是以-n结尾啊换行符为结尾的一个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你能够打印出来结果有哪些 第一行内容是换行符结尾的第二行也是换行符结尾的第三行也是第四行也是 那也就是说在每一行后面其实都有一个什么换行符 都有一个换行符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条件改成以mk 大写的mk 后面是换行符为结尾的内容 我们再去运行输出结果 你会发现他会把mk 他从mk数据分析这两条结构给我们返回 这就是我们说的啊 字符串的一个匹配对字符串的一个厂见的一个匹配方式 这个能够听懂的刷个1 哎他就是这么去找的啊 但是在这也要切记你的文本就是你的接替 虽然你看到是这种格式对 每行结尾是mk结尾但是他末尾啊 他会有一个隐藏的换行符 如果你看不出来对你要去打印他的格式的话 你要知道他就有一个换行符的 哎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他找的时候他找不到 哎语言里边啊是一定要有这个换行符区配的对 那现在我把这个按注意看我现在把第五行给删掉 这个时候只变成四行 然后我再去匹配mk的时候 哎他就能够匹配出来最后一行 因为在你的文本最后一行的时候啊就最后一行 末尾他是没有换行符的 因为第四行就完了下面没有第五行 这个时候这里就没有换行符了 但是前三行他都有换行符 哎都有换行符 所以这里他能够把这个数据分析这个结果 给我匹配出来 这是我们说的字符串的匹配 当然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进入一个引入了啊 这个是一个引入部分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通过这个引入 我们能够了解到 如果想要做一些常见的字符串匹配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字符串的一些方法 进行什么所谓的字符匹配 当然你们也学过一些其他的匹配字符 对哎字符串的匹配 字符串的匹配啊 你的字符串内容的匹配内容有很多 你的常见的方法什么典范的对 查找查询等等 都可以进行字符串的一个简单的才匹配 但是我们想想如果每一次我去查询这相关的内容 都要去写这样一个语句 每一次查询我都要去写 你想想对于程序人来说 这个相当于是一件什么麻烦的事情 所以就有人想了一个方法 说我能不能有一个规则 来代表我所谓的什么字符串内容的一个匹配 代表我字符串的匹配 帮助我快捷的去匹配这种我需要的数据内容 对帮助我去匹配我需要的内容 这个时候我们的责责表 表达式就产生了 注意这里的表达式 它并不是具体的一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说白了就是一个 你伸手摸不到的东西 对我们常见的会把它和我们的 而一模块进行联系 但是你要注意啊 这两者之间是不等效的 就说如果有人问你啊 责责表达式等不等于 而一模块 那很明显不等于 这个责责表达式它只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你在passon 语言当中有责责表达式 我在java语言里面也可以有责责表达式 对 简单来提及一下这个增责表达式 它的一个概念 它的概念就是说我们是要使用 三个字符来描述 或者来匹配一系列符合某个句法规则的 当然这个概念对于零基础的同学来说 有点灰色难懂 对 这啥意思呢 你敲完之后 我也不来三四遍 我也不太理解 那你首先把这个内容啊 我们不忽略前面的 对我们说 学语文的同学应该知道 什么什么的对 最关键的是后面的这个内容 政治表达式 其实在passon 语言当中 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字符串 只不过这个特殊 这种字符串能够去描述一些功能 来匹配一些东西 代表一些规则 这是字符串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所以政治表达式其实就是字符串 只不过这个字符串呢 比我们所接触到那种什么 哈罗我的这种字符串 要有什么 要有一定的功能 它代表了一定的规则 它代表了一定的规则 能够理解吗 当然这个字符表达式 它的语法是比较繁琐的 但它特别特别的强大 它学完之后呢 能够帮助你去提升你的效率 并且能够帮助你去在各个方面去应用这个东西 做一些文本的匹配作用啊 呃 比如说我们的字符串的查询 字符的查询 对文本匹配 都会用得到它 都会用得到它 能够理吗 字符的处理啊 字符的处理啊 查询啊 当然这里查询不太对啊 应该是处理 对 哎 不仅仅是查询 它还有处理 以及你的文本匹配 都能够用到我们的正德表达式 为什么 首先一个一个来介绍这个应用 好吧 一点一点的来介绍 首先字符的处理 指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在线啊 我们可以现在打开我们的在线的 正德表达式的一个内容 在线去了解一下啊 正德表达式在线的一个测试工具 ok我把这个网址呢 发到公屏当中 大家可以去打开这个网址 这是我们在在线的一个 在线正德表达式的一个测试工具 它能够帮助你去了解我们所谓的正德表达式 当然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些常用的正德表达式 它能够表示匹配中文字符 匹配空排行 匹匹匹我们的疫苗地址 匹配你的网络的优药 匹配你国内的电话号码 匹配你的腾讯的QQ号 当然你现在去找的话 或者你现在去用的话 你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这些正德表达式表达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我们不直接上手这么复杂的 我们先来简单来写些简单的啊 举例 对举例 比如说我在这里写一段数字 哎 在期间再去敲一些字母 现在我想要从这段文本当中 直匹配出来数字 我应该怎么做 哎 子匹配出来数字 哎 那按照大家的一个思路啊 按照大家的一个思路 其实就是查 对 如果这是一个字符串的话 我可以通过什么 所以通过切片来切出来 把这个数据内容分为数字部分和什么字母部分 但如果我的数字 哎 他是乱砸的啊 就你们看 他并不是完完整整的能够分割为两个部分 他中间是有参差数字的 这个时候你没办法很好的通过什么索引来取了 如果你要让通过索引来取的话 你得去查这个数字 他的旗帜位置 对 你看一下他对应的下标 那对于人来说 或者对于程序来说 如果要匹配一个东西 我要去一个一个的去查学 一个一个去找他对应的下标 那相当于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通过一些特殊的字符来描述一些特殊的语法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特殊的字符叫做杠地 诶这个杠地的作用就是代表的是 在正字符合式里面 他代表是匹配里面的所有的数字内容 数字内容 这个时候你可以测试匹配 你会找到21素匹配结果 也就是在这段文本内容里面 我找到了21个数字 15你看到这个对应的结果 就我对应的这个里面所有的数字 他都能够匹配出来 他都能够匹配出来 都能够匹出来 那这种这种杠地 这就是我们赠泽比较式里面的一种特殊的字符 叫做什么字符 这是我们说的特殊的一种字符 特殊的一种字符 通过这种字符 能够描述表达我们的一些规则 他的作用就是代表匹配数字 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再去通过索引来去进行选取了 能够理解吗 这就是我们赠泽比较式的一个强大之处啊 当然我们一会会详细的去讲解这些特殊的字符啊 特殊的字符 当然我们回过头再说 这是我说的字符的处理匹配查询 当然还有文本的匹配 文本的匹配 刚才我们不是有一个接替吗 我们现在可以打开他 现在打开他 对这个文本文件 我们可以选择用脑特派加加打开 在这里 我们会有一定的查询 对你可以看到啊 你这里有搜索功能 查找 在查找这里 他会有一个叫做赠泽表达式的功能 看到没有个赠泽表达式的功能 你当然可以直接通过mk来查询内容 当然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赠泽表达式来进行查询 对来进行查询 那我们赠泽表达式就要去写我们赠泽表达式的内容 哎 写我们赠泽表达式的内容 比如说这种应该叫什么 呃 这种是我们说单词对不对 你可以写 比如说你可以看 W杠D数字 但当然你可以去查找一下 查询一下 这里边没有所谓什么 数字 那我可以往里面去添加一些 哎 添加一些 这个时候我的杠D 加我可以查询 哎 你可以发现他能够快速的帮我去找到这个1223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文本匹配当中他也有这个功能 所以他并不是Python 独有的啊 你要知道这个工具 我说这个做拿式的这样一个概念 是非常强大的 你以后去学习非常有用啊 非常有用 不仅是在你的爬虫当中 在其他方面都会用到他 这是我们说的作用 那作用讲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往下说啊 然后再来讲一下这个基本上的啊 最需要了解的他的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呢 其实大家在往下去学的时候会一个一个的去接触到 首先第一点 我们说正泽百事的语法是吧 比较头疼的 因为他的语法特别的繁多 对特别特别的难记 而且他的正泽百事的这个语法的可读性比较差 对 对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 我通过一个杠D 就能够匹配数字 这谁知道啊 如果你没学过泽百事 你咋能知道 对 但是如果你学过XPASS 你应该知道我们XPASS里面去提取内容 都是通过什么标签 什么DIV标签下面的A标签 A标签下面的这个什么S班标签 对不对 你这么去表达一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 可读性是比较好的 但是泽百事没这么没有这么详细 所以他理解起来是比较差的 第二点就是 哎 第二点就是 虽然他的语法繁多可读性差 但并不是他没有优点 他的通用性是比较强的 通用性是比较强的 那对于大家来说 对于大家来说 如果你赠泽百事 如果你XPASS 或者说Buildable Super 解决不了的问题 你一定可以通过赠泽百事 来进行提取的 对并且就是因为他的通用性比较强 他也适合或说适用于吧 对适用于我们所谓的各种编程员 或说叫做很多编程语言 你在其他语言里边都能够接触到这一个概念 正式 那简单的作为这个正式的一个了解 简单作为这个正式的一个进行一个了解 那这里要对于这个正式的一个过程来进行一个疏离 哎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我们直接来举例啊 上面这段代码 我就给你直接注释掉举例 我现在有一段文本 这段文本我们用tsd tsd 哎表示这段文本 而这段文本其实没有那么长 哎不是特别长啊 我就写一个简单的python 来写上一个马克 OK 这是我的文本内容 现在我要去匹配里边的结果 来匹配里边的内容 我应该怎么来进行匹配 对怎么来进行匹配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去查询啊 如果想去查询的话 比如说我们可以直接用一个if判断 判断一下 你要查询的内容在不在里面 我们可以写一个p 看一下他有没有在这个什么 里面如果在的话 我就打印什么 数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的字符的一个什么 成员的一个什么判断 看一下你的这个p字母在不在里面 但是并不能代表匹配啊 但并不能代表匹配 那我们如果想要用正式表释来实现 或说来了解他的正式表释 他的一个匹配过程 你需要去导入我们的 而以模块 这个而以模块是内置的 对于零基础的同学来说是非常好的 你不用去安装哎非常好 直接能够导入 然后直接能够使用 而正式表释里边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匹配的 就是用来匹配的一些方法 比如说最常见的啊 先来一个一个的介绍 有一个叫做match的方法 match的方法 这个叫做查早的意思 对 如果单词不熟的啊 英语单词不熟练的没关系 我们可以有插件对不对 可以翻书翻一下 对查询匹配 这里边匹配的意思吗 哎他的意思就是匹配 我们可以选择在这里 把我们的对 把我们需要带匹配的文本内容放进去 以及当然如果有会看这个官方文档的 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捷键 哎通过我们的看见 counter加上你的鼠标左键啊点击进入到这个函数里面 能够看一下他的要求参数要求 那这个 第二个单词啊 就第二个参数代表就是我们说的 哎带匹配的文本内容 哎带匹配的这个字串内容 而前面这个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责责比较式 哎那也就是说我要在前面按照这个位置传参的话 我要在前面去传递一个什么 哎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就是我们所谓的责责比较式 对责责比较式 那我们可以写一个简单的啊 写一个简单的 比如说刚才不是是一个p字母吗 我们看一下这个p字母 他有没有能够在这里面找得到 哎那这里就会有一个结果 我们用res 哎或者直接用这个人道 这个变量来接收哎接收这个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打印这个结果啊 打印一下这个结果 来看一下这个结果能不能输出 哎能不能输出啊运行 ok 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的返回结果 或者说你得到这个结果是一个对象 哎是一个match对象 这个对象里边哎这个span 代表是你这个p字母 他出现的在这个文本当中出现的位置 哎出现的位置 而这个match对应就是你查询到的结果 哎你的mpp是在这里能够找到的 但是我换一个字母 比如说我换一个万 这个时候哎他就缓回了一个空 注意啊他就返回了一个空 这个空代表意思是我没找到 能不能解吗哎没找到 没找到有段老师 你这个外不就在这个第二个字母吗 这里我们要去介绍一下这个匹配 哇哎这个match 他给你提供的这种匹配方法 他有点特殊对他有点特殊 他只能够去匹配啊 开头哎他只能匹配开头有点特殊啊 特别特殊 他只能说你匹配的这个内容 你查询的这个内容 他如果在第一个位置就是手字母啊 手字母能够找得到 那他就有结果返回 那如果你匹配的这个字母不是在最开头 那抱歉你在最后你在中间都不行 他不找了他不找了有理解吗 这个方法有点特殊啊 说一般来说我们在用正责感式的时候要慎用这个方法 你必须得掌握这个方法 他的一个作用才能够运用它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得到这个结果啊 得到这个结果怎么来进行提取 像是刚才一样啊 如果你找到这个结果 你提取到这个结果 你找到这个P字母应该怎么提取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group 来进行提取你匹配到的数据内容 P那其实就对应了你提取出来的内容 从这个文本当中你提出来的内容 当然我们说的 这是我们说的 这不叫自责感式啊 这是我们说的字符的匹配 我们说正责感式 这里面可以填入字字符 对也可以填入我们说的正责感式 那什么是正责感式 就是通过一些特殊的字母串啊 来表述来描述来匹配一系列 和某个巨法规则的字符串 那这种字符串呢 要一个一个要一个一个讲的话有点多 那我们简单给他去介绍一些 简单来给他介绍一些 呃他其实有一张表的 如果大家如果能够去找一下官方文档 或者说去找一下这个去搜一下 你会搜到一些相关的这种呃字符串的一些呃 就说字符的一些特殊的一些字符的一些 怎么说呢哎特殊一些字符的啊他的一个含义 他表达了一个功能对特殊的一个 含义我把这个特殊的内容给大家来写一下 这里有一些 呃找一个特殊的字符吧 嗯 ok 这里有一个我这里有一个表正好这个表可以拿过来用吧 这个表能够拿来用ok 能够看到这张表的同学给我刷个一吧 能够看到这张表的同学给我刷个一 哎这张表里边所出现的这些点呀 中夸号啊 当地啊 当大地啊 当小s 当大s啊 当打想w 当大w 这些就是我们说的特殊的这种字符 他能够匹配单个的字符 哎匹配我们所谓的字符内容 后面是对应的这个字符对应的功能 哎这个字符在这种表实里面它对应的是功能 并不单单称称是一个点啊 它代表是首先点代表是匹配任意字符 除了换航符以外的任意字符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这我写上了个点 对我写上个点 然后呢 我去运行 你会发现答应出来的结果 哎首先因为他只匹配一次啊 对 他只匹配一次 他就把p出来了 哎把p匹配出来了 那如果你再写上一个点 他能够再把你的外也匹配出来 对 p1 你再加上一个点 那他就是t 对 你再往后加 哎他就能够匹配出来这些东西 那你就是一个点对应里面的一个字符 哎对应里面的一个字母 哎他能够匹配任意字符 但是有点特殊 比如说最开始的话 如果我有个杠恩 主要有个杠恩 他是不匹配的 你可以看吗 他报错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最开始的位置 这个杠恩 点是匹配不了他的 因为这里他说了 匹配任意字符 你什么字符都可以 对你字母1234数字 包括这种符号都能匹配 但就是什么 但就是换行符不能匹配 哎就是换行符不能匹配 当然这是我们说的点的这个字符的匹配啊 点 那当然还有 比如说我们刚才刚讲过的一个什么 杠D 这个杠D的作用是匹配数字0到9 那运行 你会发现他会把1匹配出来 那我杠D 再加上杠杠D 两个匹配两个数字 那他会把13给匹配出来 对 那你再加上个杠D 哎他能够把132匹配出来 那你当然四个数字的话 那你当然加4个对 杠4D 一个杠D 一个杠D 代表匹配一个数字 那4个杠D 代表匹配4个数字 那把123 132 1323 给匹配出来了 这是什么匹配的什么 数字的 当然下面还有一个匹配非数字的 这里面除了数字还有一些非数字的内容 我们可以选择用杠什么 大D 哎 刚大D 当然这个刚大D 他只能也是匹配单个的啊 你只能这个首先是数字吗 是数字那我不匹配他 这里是数字吗 不是 那我就匹配他 现在你去运行 对他会报错 为什么会报错啊 因为你的这个空对象是没有这个group方法的 也就是说当前在最开始的位置没有什么 哎 没有匹配到我说啊 只匹配开头 开头是数字 你这里匹配的是非数字 那当然匹配不成功 没有找到结果 我们把这个数字给去掉啊 给去掉啊 去掉 哎 杠然后python 这是非数字的那种 现在你去匹配 哎 能够匹配到这个什么 减号 对 当然你把这个杠D 复制 复制复制复制 复制很多次你会发现他都能够匹配到 哎 都能够匹的 这个杠大D代表的是匹配非数字 有点像什么 互为反义词的意思啊 你看大小写吗 互为反义词 杠小D代表匹配数字 那杠大D代表就是匹配非数字 下面这种同理可得啊 同理可得 对 一样的大小写就是互为反义词 对 那里面还有什么空格 对不对 我比如说在这里我有空格 哎 有空格 然后呢我可以现在写上什么 杠S 哎 这代表是匹配我们所谓的空格内容 对啊空格内容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就能够匹配出来 对啊 这里有匹配结果 只不过说因为他是空格 所以他显示不出来 但是你要知道他有结果出来 哎 有结果 因为你在这里可以选择出来光标 哎 是可以选中这个空格的 是可以选中空格的 按这里 你当S你再来 对 运行 当然这点啊 你再来一个看一下 四个空格 这里匹配四个空格 哎 这里就有四个空格 哎四个空格 那当然当大S当W对特殊的字符字母数字 匹配非这种非特殊的啊 还有匹配这种特殊的字符 对 这些就是说的 常见的这种字符哎 字符大家可以下去了解一下 熟悉掌握这几种就行啊 熟悉掌握这几种就够了 好吧 这是说我说的这种字符 当然大家也发现了 再去了解这种点呀 对 当D的时候 当大D的时候 大家也发现了 你不管是这些字符 这些对的功能 我只要记住 或者说我只要去熟练的去使用就行了 但是呢 有一些问题就是我在用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匹配的数字来匹配的内容比较多 我们回到轮软器 对 刚才这个问题啊 刚才这个问题 现在我这里边如果不单单纯纯是只要匹配一个一个数字 如果说我有一些比如说呃 手机号码对 后面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 再来还有一些手机号码 乱七八糟 再来一些手机号码 ok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的数字和我的字母是夹杂混杂的混小的 但是我要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给进行返回 不是单单纯纯让你去匹配里边的任意的什么一个字符一个数字 那这个时候你你就只能当D当D当D 对于程序员来说我最讨厌那种什么重复的东西了 那我就有了我说有别人给你想了一个就加上一个量子 啥叫量子啊 就是形容你前面这个字符要匹配多少次的意思 对不对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加号 这个加号代表是匹配前面这个字符 一到什么 n次 那我也不管我要匹配几次 只要你这个数字对 有多少个我就匹配多少个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能够一共找到三处匹配结果也就是对应的三个手机号 哎三个手机号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加号 这叫做什么 这代表的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量子能理吗 量子它代表是匹配多个字符的时候是需要使用的 当然除了加你可能还了解过所谓的新号 对新号 对你还可以了解到所谓的问号 对问号这种东西啊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量子意思 它代表是匹配多少次 匹配前面这个字字母啊出现多少次 当然还有这种花库号的形式 比如说呃手机号一共是多少位啊 大家常见的手机号应该是多少位的 11位对不对 那我就可以把杠地匹配11次 哎和你刚才的杠地加的效果是一样的 哎杠地加的一样 如果这里我可以具体你的手这个数据位数 哎对哎 数据位数匹配多少次 但如果我这个不是手机号呢 我是一种特殊的字母的 那这里你可以看到他匹配的时候 他只能去切出来起别的前11个 哎11个 但是如果用杠地加的时候 他是不管你这个有多长的 对只要你这里全是数字 后面是不是数字了 那这就是一个结果 我给你返回 对这时候是杠地加和这个我说到的 集对这种集代表是前面字母前面这个字符 它匹配多少次的一个次数的一个限制 哎次数限制 而你的加号他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个数限制的 你只要前面全都是数字 哎后面不是数字了 那这就是一个结果 我就把它作为一个结果给你返回 这就是我们说的加号 对那这里啊点来说一下 前面这种都是我们常见的匹配字符 它代表一定的功能 当w啊当大w啊对 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含义吧 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功能 你可以对比一下它写一下 而下面所提及到的星号啊加号啊问号啊 包括你所了解到的这种集 还有这种匹配多少次的这种啊集 都是我们所谓的量子来形容这些字符 它匹配多少次的意思 哎匹配多少次的意思 能够理解吗 哎匹配多少次的意思啊 那我们这里还是以这个为例啊 我们才以这个为例来简单来写一下 在前面写上一对数字 对我们就可以写上一个杠地加 哎 杠地加来匹配出来这里边的所有数字内容运行 对所有数字内容 当然你还可以跟上其他的字符啊 可能什么典型问啊 当然典型问代表是匹配一切啊 这里要重点讲的就是很多同学 如果你不会这个语法熟练掌握不了 对还有一些时间 你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典型问 这个典型问的匹配啊 这个增加把是它代表的意思是匹配任意字符 除了换行符以外的任意字符 就不管是你前面是字母还是符号还是数字 它都能够给你进行匹配 能够里面啊它都能给你进行匹配 这种叫做万能匹配服 万能匹配服 所以你经常看到别人写爬生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典型问的这种匹配 这种表达式 因为它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好吧 OK 这是我们说的这种证则表达式的语法 语法里面你只需要去学习一些相关的 首先第一点字符 第二点就是对应的这种量 哎量子 表达它的一个什么 匹配几次的一个东西 这个证则表达式就差不多了啊 对于大家来说就差不多了 哎这个问题很好啊 这个问题很好 老师加括号的和不加括号的代表什么意思 哎加括号的是代表你要匹配的内容是这里边的东西 能够理解吗 我给大家写一个意思 我给大家写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要匹配内容 这里不能用match方法了 我得用一个翻到方法啊 用翻到方法来表达这个内容 现在这是一个文本 假设我只要谁 我只要你的pathon这个内容 后面的前面的我都不要 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写 对啊我只要pathon 对我只要pathon这个东西 我只要你匹配出来这个pathon 前面的这个东西 后面这个东西 哎我应该怎么去写这个东西 这个时候如果想要用问呢 用这个纵则把式 用这个纵则把式 我们就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杠 这代表是他开头 能力外他开头 然后呢谁结尾 你可以在这个跟个空格结尾 或者说把这个内容把这个马克 哎把这个马克啊 哎把这段内容 复制过来 哎这样去结尾的 括号里面的内容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 或者说我们匹配的内容 我们需要匹配的一个结果 匹配出来的一个结果 现在你去运行程序 你会发现他会单独把pathon给提出来 能力吧 括号里面内容就是你提出来的内容 而这个是你的头 这是你的尾 这是你用万能匹配字符的时候 需要了解的 怎么用这个万能匹配字符 你知道吗 哎怎么用它 首尾嘛 我告诉你是 简号开头 对马克结尾的 你想想在这里面只有什么 pathon这段内容 是符合我这个括号里面的东西的 哎符合我这个括号里的东西 这有点像什么啊 对看一下这个pathon 再再回过头来咱说一下这个过程 你想想这个过程 他是怎么来做的 首先第一步你先要有什么 先要有文本内容 这个文本内容必须得是字符串啊 必须得是字符串 哎他是从 从我们的文本内容里边去匹配 符合我赠泽比较式的那种 那当然匹配的到的话匹配的到那就提取出来 匹配不到那就不返回 那返回的空能有理解吗 所以这就是他的一个过程 首先你要有个文本内容 第二点就是你要有一个要求 就是我们说的增加价式 这个增加价式就是你要提取数据的一个要求 提取什么样的数据 提取什么样的数据 当然在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哎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这个手和尾是怎么来理解的 举个例子啊 其实这个就这样想找人 哎找个人 比如说大家如果新班开班 新学这个新课程开班啊 大家互不认识 大家互不认识 可能班级里边会有什么同名的人 或者说你刚开始 你有些老师他叫不出来名字 每位同学都不认识 哎每位同学之间都不认识 哎那假设这里有一些人啊 有些人 我这里要有一些特殊的符号来表示 哎每个人啊这里有一个 乌角星代表一个人 圆代表一个人 然后呢这里还有一个乌角星 还有一个圆 再来一个五角星 圆圆圆圆圆 OK不能这么写啊 这么写好像有点乱啊 我得想一个方法 用一个五角星 用一个小三角 有一个圆 用一个举行 OK假设啊这是一四个人同学 他们正好在这一一列上 对正好在这一列上 哎我是这是讲台 我姓老师 我说姓老师 这个时候呢我要去找人对 刚才有个小孩 刚才有个小朋友 不是小朋友啊 是有个学员 他走神了 他跑神了 他睡着了 那我这个时候我也叫不出来他名字 我不知道他啥名字 我不能说这是三角星同学吧 对不对我不能这么说 哎我找不出他这名字 我只能说什么 这个五角星 前面的这个人 圆后面的这个人 哎这样去形容他 通过位置来形容他 哎这个位置对 圆后面这位同学 五角星前面这个同学 哎那就是这个人 哎我要找到就是这个人 你同学你站起来 你别睡觉了 对 这就是相当于什么 你看简号 抬头马克空格马克结尾 括号里边的内容 就是我提取的东西 哎就是我需要提取的东西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当然更重要的 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什么 这个综合板是怎么来理解 我举出举例啊 现在这是各个形状 对不对 我们的要求是要找里边 所有的小三角的内容 我可以拿我的这个小三角 这就是我要求 或去我的文本内容里面去匹配 哎 找第一个小三五角星那很明显不匹配 那找不到对没有找到往下接着往下匹配哎 找到五角星之后我把它拉出来 因为找到这个结果了再往下去匹配 圆不匹配对 举行不匹配 那这里边只找到一个小三角 哎 这就是这么两个是 他的一个匹配过程 吧 匹配过程 ok 那接着我们再来往下说啊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说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匹配的内容 当然我们重点给大家去介绍的不是这个啊 重点不是要介绍这个 我们要介绍的是重得表达式里边的 或者说re某块里边的相关的方法 因为更多的同学是要了解里边的相关的 函数的 好吧 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一种match方法 他只能够去匹配什么 哎 他只能去匹配我们所谓的第一个手字母 就是匹配开头 能理吗 哎他只能去匹配开头 但凡你匹配的内容不出现在开头 哎没有出现在开头 那他返回的结果永远是空的 这有点像什么啊 有点像大家去挖金子 哎这种匹配方有点像这种挖金子 这是一块地地底下有什么 就是黄金矿工啊 黄金矿工 对吧玩过这个小游戏吧 黄金矿工 这个矿工下面啊 这上面有石头用圆来表示 好吧用圆来表示 哎用圆来表示 然后呢哎这个石头下面啊 这是这是第一层有一块石头 哎第二层可能就有金子 哎第二三层还是石头 哎现在有一个 矿工有一块矿工 他挖从这开始挖 往下挖的时候呢 他只挖到第一块的时候 对挖到第一块的时候 哎看这是个石头 不是黄金 哎不是金子 OK他就走了 所以他就不挖了 能理吗 这就是只匹配开头的 对他就放弃了 你挖到个石头太难了 我不挖了 下面肯定没有 他就认为下面就没有东西了 没有金子了 对他就不挖了 他就跑了 所以这种我说的什么 match方法 他只匹配开头 对你虽然你在后面有 对后面有东西 但是他不匹配 他只匹配开头 当然同理 有match 还有一个方法 叫做search 哎这个也要了查询查早的 这个方法 他有点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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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匹配开头的 他不匹配开头 但他你看下我运行 他也能够找到结果 哎他也能返回结果 能够查询到结果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不仅仅是在你的开头匹配 他是扫描你的整个字符串那种 我在我的python 主要在我的py后面 中间加上个123 对加上个123 我来匹配这里边的数字那种 我可以加上个当地加 来匹配数字 你看到他能够把123 给我提取出来 哎他得到 他能把这个123 他得到 为什么能查得到 他不是在开头的匹配 他说的一件事情是扫描啊 对他是你如果开头没有 我就再往后找 哎直到我找到为止 对直到我找到为止找到之后123 我找到了对不对 那我就把这个结果返回 但注意如果我的马克后面还有一个456 对他没有他不提取他只找123 这就有点像什么还是黄金矿工 哎还是黄金矿工 好吧还是这个黄金矿工啊 但是呢这个矿工他有点 跟上面那个不一样哎 上面那个挖到石头他就不挖了 只要开头没有挖到黄金他就不挖了 但这个呢他有点聪明 他第一块没有挖到挖到是石头 那他就往下挖 哎第二块挖到什么金子了 挖到金子之后呢 哎他也就跑了 但是下面其实还有什么金子 哎下面还有很多金子他都不挖 我我的要求就是挖金子 但是呢我只要找到一个金子 他就走了太满足了 太容易满足了 下面还有这么多个金子他都不挖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色彩方法 他指他指什么匹配到第一次 他只能够匹配一次 找到我所谓的匹配成功的内容 能够理解吗 这个色彩方法啊 这个色彩方法他有点特殊 他不是说的我们说他不是只匹配开头 他匹配到他找到所有内容 他不会从头开始匹配 他是不是说只要匹配到 匹配到数据 这个数据当然就是说我们做的 是你需要的数据 你需要数字吗 他就只匹配数字 对只匹配数字匹配到之后 就结束 对即使你后面还有数字 他不匹配了 你挖到金子挖到一块金子 我就不挖了 后面还有三块四块五块我不管 我就不要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他只匹配一次 只匹配一次 这是色彩方法 对这是色彩方法 有点特殊 有点特殊 好吧当然牛头老师那能不能他们这种人都太那啥了 你既然是一个矿工对不对 你既然是一个工人 你就应该坚持对 学习也是你要坚持努力 你不能说有些同学也是这样的 有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 刚开始学拍审环境都没有配置好 不知道问题了我不学了放弃了 环境问环境搭建我都配置不了 我不学了这个语言太远学了 哎很多同学另外一些同学呢 我匹配我的环境安装好了 对 安装好完了 不学了 后面东西我也不学了 后面还有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 哎我不去学了 那有些同学我就非常贪婪 我就想要学习很多很多东西 我要把这个pass语言里面的很多东西我都想学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讲一个叫做翻到方法 对 翻到方法 我把上面这个段代码拷费下来 把这个方法变成我们说的刚才用到过的一个叫做翻到的 这个方法和上面的方法都不一样 看翻的是找的意思 奥的意思 所有的意思 那他意思就是说我要查询所有内容 对查询所有内容 所以他是一种比较贪婪的一种查询啊 就是查询全部内容 哎全部符合赠泽比较式的内容 哎查询所有的啊符合赠泽比较式的内容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边有123有456 那他就打印结果就应该是一个什么列表123456 这就是我查询到的结果 那就相当于是另一种矿工对 你下面有几块金字 我不管你有石头没对有几块石头 只要里面有几块金字 我就把里面的所有金字 我全部给你挖出来 哎全部给你挖出来 所以我们在正常的使用当中 或者在爬虫里边经常会用到就是哎翻到方法哎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贪婪的去找寻所有的东西 你要找数字 我就把里面所有的数字都给你查询出来 你要找怎么呃字符你要找链接对 我就把里面所有链接我全部给你找出来 这就是我们说的翻到方法哎翻到方法 这个能够听懂的刷个一好吧 这个能够听懂刷个一 这是这个正能表示当中这三种查询方法 这三种查询方法 当然 除了这种查询方法以外 我们还要再额外给他去介绍另外一种内容 就是我们说的哎这种方法当然不常见啊 但是有些程序员会这么去写 就是因为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写的这种 正能表示都非常简单 简单到什么就几个什么一个符号 一个字母一个符号 非常短 但是实际上大家在浏览器当中 你得看到的你在这里看到的匹配 一秒的地址匹配网页又也要的 这种正能表示都特别特别的长看到没 这么长哎 腾讯匹配腾讯QQ号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正能表示特别特别的长 你每一次去查询他 你都要去粘贴去复制粘贴复制 这就回到开始的位置了 回到刚开始的问题问题了 程序员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能够节约时间为了能够节省开发效率 或者说白了为了懒对能够偷偷懒 我才去用的正能表示 现在你又要让我把正能表示用到的时候 必须得粘贴复制那太麻烦了 所以他这里就需要对于正能表示进行所谓的编译 这个编译其实没啥原就是没啥难讲的 不是说没啥难懂的他的方法非常简单 有一个r1点cumpale 这个方法你只要把我们的正能表示传进去 当地价传进去 然后你得到的结果我们用res来接收 而这个结果res得到的就是一个正能表示的对象 那在这里你就可以把这个res放进来 那他其实匹配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变 只不过说他相当于是把这个正能表示复制给变量了 以后我再需要使用这个正能表示的时候 我只需要使用这个变量就行 我没有必要再去把这个正能表示再去写一遍了 能有理解吗 这个能够听懂吧 因为你以后写的正能表示可能不是这么简单 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你直接写就行 直接在这里用就行 在上面直接用 但是如果你的正能表示会多次重复的去调用 重复的使用 并且你的正能表示非常非常的长 对 长到什么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浏览器当中 你匹配一个 email地址 这个增加是这么长 对你这么长 你如果你去复制当然简单一些 如果你去自己去敲 我估计很多同学都敲不下来 对 也有可能会敲错 对 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 你就把它编译成一个对象 用一个变量来接受这个东西 你要用到它 你就用这个什么 用这个变量就行 就没有必要去什么 没有必要自己再去写一遍了 也没有必要去粘贴复制了 因为你重新写一遍有可能会写错 你粘贴你有可能会什么太麻烦 你粘贴很多次 所以你直接用这个变量就行 对 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方法有点脱出 他不是查询的意思 他是编译的 编译的 好吧 ok 现在查询的讲完了 我们现在还要再讲一些特殊的方法 特殊的重则比较式里面 就是re模块里面特殊的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并不是他也有查询的功能 但是除了查询他还会做一些事情 有理吗 他是找到之后并且做一些东西 找到并且做一些东西 你上面这些东西只是干什么 找找完之后干啥没说 只是负责找 而下面这些方法有点特殊 他找到之后要做一些事情 要做一些特殊的事情 那这些事情有哪些 当然就跟 和我们的自负串的 和我们的自负串的方法差不多 比如说当前你的文本内容 当前你的文本内容 哪里呢 我把这个代码把这段代码烤贝过来 当前你的这个文本 当前你这个文本 我也把它烤下了 我也把它烤下了吧 要不很多同学可能太多了 对不对 看不到上面到底是啥东西了 现在呢我们要去写一下 现在我们要去写一下 我要把这段内容里边的所有的数字 全部给它去除掉 哎 全部把这个数字啊给去除掉 怎么去除 想一想啊 我怎么去去除到里边的数字内容 把所有的数字啊 我给它去除掉 自负串的去除掉的方法有哪些 你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t 点可以调用相关的自负串方法呀 里面会有一个叫做replace 对用这个 这不就是替换吗 我们可以把什么替换成什么 对我们这里怎么去替换 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写啊 怎么写 我可以不可以把一二三 我给你替换为空 对替换后的内容 在替换后的内容 我可以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txt 运行看一下这段代码 它的一个执行效果 哎老师没有替换呀 注意这个方法它会有返回值 对它会有返回值啊 它会有返回值 或者说我们叫结果吧 我用re 替换后的结果 我们来打印一下替换后的结果 运行一下 哎 pyson 中间的一二三没了 对马克后面四五六 这是我们说的按照要求 找到里面的一二三 把一二三替换为空 但是你这里面还有四五六啊 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只能再去写一遍 然后呢 再把里面的什么四五六替换为空 这个时候才能够把完完全全啊 当然你可以看到他又又变了 哎他又变了 对 你只把四五六替换一二三没有 所以你这里要再把res 放进去 先把一二三替换了 哎然后再把四五六给替换完 你这么去写麻烦麻烦 麻烦麻烦吧 哎你里面有多少个数字我都不知道万一有四 几十个数字 我每一次我都要去写一个账的匹配 哎 先让匹配去替换 那太麻烦了 所以正在乱是他想到了 他就想到了这种方式 哎 既然你的字符刷处理的时候这么麻烦 你要匹配的 我可以在这里用正在乱是 哎用正在乱是来描述你的要求 来进行替换 这里我们可以用到一个sub 哎 这不是骂人的啊 不是骂人的话好吧 这没有骂人 呃这个导入了哎 re导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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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b re.sub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进行使用 里边的相对应的方法 等于吧 使用里面的方法 这个方法怎么用 首先第一点看一下参数说明 第一点总的表明是 第二点需要替换的内容 第三点再替换的文本 哎 代替换的文本 哎那我们可以先写一下 一个一个来写 第一个就是正在乱是 我们要替换的是里面的所有数字内容 把所有数字给进行查询 查找到一二三 查找到四五六 我可以写个杠低加 这是我的正在乱是 匹配到数字内容 然后呢 我要进行操作进行替换 你可以选择把它替换为空 或者空格 也可以替换成其他的内容都可以 那我这里就是直接替换成一个空车 然后后面再来 把txt传进去 从这个txt里面找到里面的所有数字 把它替换为空 替换后的结果我们运行 哎看到这个结果的同学就可以刷一个一啊 看一下刷一个一 他就比你上面的替换要简单多了 哎这就是我的要求 我要的就是把数字全部给替换为空 对替换为空 就这么简单 当然你还可以选择把里边的替换为什么 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可以替换为分隔幅 对 加上这个钢幅 这是我们说的字符串的一个替换 对替换 它是按照这个正维表释 先找到这个数据内容 然后进行替换的操作 来进行操作 对这样的话 比你用上面这种方式要简单来的多 尤其是处理一些比较长的文本的时候 你用这种去处理那太麻烦了 对 这是什么说的 SUB 它是执行一个替换 当然你要和我们的这个replace进行什么 就说建立啊 建立就是在脑子里面要进行区分 什么时候用它 什么时候用它 对 你要注意啊 要注意 替换都是一个替换 但是 需求不一样 我说实现的效果也不一样 替换 那这个我再给你注视掉 再来讲另外一种 这种叫做 哎 再还是用字符串方法 还是再来用一个字符串方法 还是用一个字符串方法 这个字符串方法呢 里边如果想要去把它进行分割怎么办 想想 我要想让你按照所谓的空格 对啊 按照所谓的空格 来过切分这段文本内容 按下呢 Python是一个 123是一个 马克是一个 哎 456是一个部分 怎么切分 tst 对 tst 有一个点 tl i t 这个方法叫做什么 分割 分割 我们的字符串 你在这里面只需要去写入一个 参数 这个参数就是你的分割符 按照什么标准来分割 我们是按照什么空格 那我就写上一个什么空格就行 空格 切分后的内容 我们还是用res来接收 然后打印一下 看一下切分后的结果运行 它会打印出来是一个什么列表 对列表里边Python是一个元素 123是一个元素 马克是一个元素 456是一个元素 这就达到了我们所谓的切分后的一个结果 切分的一个效果 当然 现在 主要现在我们是用空格 这种特殊的空格 现在如果想让你按照数字来进行分割怎么办 按照数字来进行分割 比如后面还有一个Python 按照数字来给我进行分割 怎么进行切割 哎 这个方法你能写啥 如果你写上123对啊 他确确实实能按按照123进行切割 但是他切割出来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一部分 这是一部分 后面这是一整部分 但是一个456没有切 哎 没有切出来 哎 有道老师 不是有数字吗 我没写上-D加 哎 这样写 注意啊 注意 这可不行 你看到没有切分 因为字无串切分方法 他不不遵循你的什么 增格表释语法 这个语法 只在我们的R1模块里面有效 所以R1模块里面的这些函数是有用的 但是你放到外面 这个是不管用 他就是 上帝加这个是一个符号 他没有其他意思 只有在增格表释里面 只有在R1模块里面 他才表示什么 增格表释 但是他才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才能够进行描述一些东西 能够解吗 所以在这里啊 你只能 空格 现在我们就要用 换一种方法 不再用 sub 而是用 特殊的 叫做 注意 这个方法和上面的方法要区分啊 因为他的名字是一样的 并且功能也是一样的 切割 对或者说叫分割吧 分割好吧 分割更挺好听一些 哎 这个分割功能 他和我们上面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他有要求 我可以按照数字来进行分割 这样的话 我当然这个参数要求啊 你要知道参数要求 你不要写那么多了 只要写上我的分割文本 tt 按照啥要求 按照数字来分割 结果直接写就行 哎 你看 python 马克 python 中间的内容 123456 就作为了分割标志 他会按照他来进行切分 相当于是在这里画一条线 哎画了一条线 哎 分割分割 那这里就是一部分 两部分 三部分 对 对 返回的也同样是一个列表 对 也同样是一个列表 对 也同样是一个列表 好吧 这就是我们说的啊 证则表达表达式的一些特殊的方法 sub 和 特殊的方法 ok 证则表达式 而一模块里面的这些内容就差不多了啊 常见的这些我都给大家讲完了 你可以对应的去看圆码 如果能看懂的话 尽量能够把圆码看一下 对 match 我们讲过了 catch 我们也讲过了 sub讲过了 对 当然还有一些spit 以及你的find out 对 这些我们都讲过了 当然其他的方法你不用去了解啊 这些方法你愿意去了解的也可以 但是一般来说用途并不大 我们本节课讲的是比较常见的一些 就是谈干的你经常使用的一些功能 如果你在了解一下其他的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你用不到 你根本接触不了 哎 或说你根本没有必要去了解 没有必要去到解 这是我们说的赠泽表达式的这个使用 对 证泽表达式的一个使用 以及相关的一个介绍 ok 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在这里就简单的来一个案例吧 对 既然说在爬虫部分用这个赠泽用的比较多 那现在我们就来写一下 做一个简单的爬虫内容的一个提取 简单的网页内容的一个提取 首先 先把我们接下来需要用的工具 而已导入进来 再来把我们的request的导入进来 对啊 先写一个事例 按例吧 找一个 找一个 网站好吧 找一个随便找一个简单的网 网页地址 她要用什么 这种比较容易达比较容易的 美女吧 头像吧 好吧 进切吧 查一下切吧里面的图片 然后这里面有这个图像 看一下这里面有图像 这个帖子 这个帖子里面有这些图像 看到没 这些图像 这么多 就这些 我们先把获取下来这些图片链接 对 评讯链接 请你查看网页原代码你就知道 我要从这个网页原代码里边去查询 所有什么图片链接 对 查询所有的图片链接 而这些图片链接都对应的是什么 后缀 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一张图片 第二张 第三张 它都是一个GP季节尾的 HTP开头的都在一个什么 src等号后面 哎 这个内容 对了这个内容 所以这个中子码是一会儿我们来教大家怎么写 先来获取这个文本内容 这个文本内容必须得是一个什么 字符串 对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request请求来得到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拷贝原码 拷贝原码定一下 对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 t等于 一个字符串 对 等于一个字符串 你把这个什么 把整段网页原代码 给它粘贴紧了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这个太麻烦了 而且我不建议这么写写 因为呃写例子的啊 做练习没有问题 但是这样写太麻烦了 没有必要 我们直接用request去请求这个地址就行 所以在上面去定义刚才那个帖子 跟那般的那个发帖的那个帖子的地址 根据这个地址找到什么 这个网页原代码把这个地址复制一下 换来来 然后呢 请求这个又要 那你得到的这个结果 r e s p response 这个response里边有一个内容 就是我们说的点 加上一个点 tst 哎 那现在你打印这个response的话 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啥 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的那个网页文本 网页原代码 就这个网页原代码 对就这些 但是现在我直接给到边量了 我不用去复制了 不用去复制粘贴进来了 那样太麻烦了 直接用request请求他就行 一样的 现在我最重要的就是最重要来了 我怎么去进行赠责表达式的使用来提取图片 哎 提取图片 不说提取当前这个网页原代码里面图片 怎么来提取 首先来写一下编译我们的资能比较式对象 哎 这个是最关键的 怎么来写这个编译我们的资能比较式对象 你看一下怎么来写 我最简单的那种方式 用最简单的那种方式 不用那种复杂的 如果你学复杂的也行 最简单的就是收尾吗 对 掐头去尾留中间 能够解吗 最简单的用法掐头去尾留中间 中间的内容我可以用什么点心类来匹配 用点心来匹配 在这里我可以写上一个什么 把这个内容 复制一下 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注意啊 这个点击逼记中间这一部分我要吗 我不需要我可以取取出来什么括号 哎写上个括号 这里边的内容就是我需要的破号里面的内容是我需要的里面东西前面那些什么 htp 开头的那些东西我通通用什么点 新问来代表万能匹配 匹配他后面的GPG结尾啊GPG结尾的内容 GPG结尾点GPG结尾的东西 中间的这部分东西就是我所需要的 好吧 这是我的什么开头 结尾结尾当然你可以再写上啊 现在我们写下这个增加仕就差不多了啊 增加仕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用RES来接收这个增加仕 用我们的方法 什么方法 翻到方法 查询 把你的增加仕放进去 把你的文本内容 Response放进去 OK 结果就出来了 哎 这个结果肯定是一个列表 肯定是一个照片的列表 所以这里我用一个 ip 然后打印这个列表 来看一下结果 好吧看一下这个结果 哎 老师老师 这个链接好像提取出来了 但是这个链接 他是不是图片的呀 对 和我们想要的有一定的差距 这就是因为对呀 如果你遇到这种问题 叫反思自己的增加仕 是不是写的特别模糊 对模糊 导致你所匹配的内容和你真正想要的有一定的差距 对对呀 这个时候 一旦如果你返回的内容是空 那就你增加仕要么没写对 要不就是你的文本内容里面没有符合你增加仕的东西 能够理解吗 要么就是这个里面没有 要么就是你的增加仕写错了 能够理解吗 如果返回的是一个空列表的话 一定要注意啊 当然如果你返回的东西和你想要的效果不一致 那也要去重新去审查你的增加仕的内容 对 你写的这个预法对不对 对 你写的这个预法对不对 来看一下这里哪里有问题 src开头等号后面的内容是我需要的 所有图片好像都是这样的呀 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对 第四张哎都没有问题啊 那为什么匹配出来的东西里边有一些其他东西 因为你并不仅仅是光有这些图片 你的头像 你的头像呢 对你的头像好像也是src等号 对后面有些东西的 所以你要去找的就把这个内容呢 给他写完整能力吗 给他写完整 后面结尾有一个赛 我也给他加上 空格后面跟上个赛 再去 ok 这个时候答应出来的就没有那些东西了 就全部是图片了 全部都是图片 全部是点击逼 点击逼 这就是当前这个网页原代码里边 根据你的这个赠则表是提取出来的结果 src开头 冒号里面的内容 双引号里面的内容 或者说括号里面匹配的东西 tpg对应的东西 src结尾 空格啊 一定要加空格 因为你的后面是有空格的 你的网页原代码里面有空格 你这也要加空格 不要老是他有src ok我也src 但是眼前有空格 你也得有空格 因为他是字符匹配 原来他是字符匹配 空格也算是字符 好吧 现在这个图片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能打开 是不是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图片吗 就用这张帖子里面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 对 第三张 这个能看到的啊 看懂得给我刷个1 那现在这些图片链接你就都提取出来了 怎么保存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对你想想想办法怎么保存下来把它给保存下来就行 好吧 这就是我们正在表现的一种使用 简单的用使用 呃 口诀就是掐头 牛尾对 取头 取尾 去中间啊 有头有尾 去中间的东西 哎有头有尾去中间的东西 这样的话你的匹配又更精确 当然刚才我没有加这个size的时候你看 只有头 尾没有那他匹配的东西都复杂太多了 乱七八糟他都有 对这些东西都有 对 这就是你匹配的 就是你这么买是写的比较模糊 不是特别精确 他匹配的结果也是乱七八糟的 好吧 所以你要去写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啊 就用这种万能匹配字符的话 最好前面有东西后面的东西 这样的话取的东西会记 给你取出来的内容会更精确啊更准确一些 好吧 哎这就是我们的正值表是一个简单的使用啊 当然这个正值表是我们不可能通过这么短的时间 就给你讲完 如果想要学会这个正值表是的话 你还是要系统的去学习 好吧 如果在这里啊 如果有想要系统的跟老师系统学习这个Python 课程同学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去咨询我们的系统课程 在系统课程里边 这些东西都是会全面的给你讲一面的 赠则 css选择器 Xpass 这些都是从头到尾给你系统的去讲完的 给你想 讲 就说 讲的会更全面一些 而且这个内容会保证你能够掌握的 哎 给掌握的 那如果有想了解的同学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这个微信 这个课程大纲也可以去找清风老师 那要你加一下他的微信 二加一下他的微信 好吧 要一下这个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课程大纲图片 这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吧 这是我们的课程大纲 我把这个屏幕屏幕上方 我已经把他的二维码给他发过去了 你可以扫一扫他的二维码 添加他的微信 要一下这个课程大纲 这上面对于你的支点的书里还是比较的 规范的 对于大家的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你想想你的学习内容 如果没有按照这个走的话 你可能你现在是东学一下 西学一下 导致自己感觉 虽然在学习 虽然自己每天都在花时间学 但是根本是不知道自己在学些什么东西 对 学习是有点迷茫的 对 不知道接下来该学啥 老是讲啥我学啥 但其实有些东西你要有一个顺序 对 就跟你上学一样 你不能直接我小学没上我直接上初中 对 初中没学完我就直接上高中 对 不可能的 你也是要从根开始认字 对 学习基础的东西开始慢慢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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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些东西 你自己从互联网当中去集习这个东西 对 那学习编程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你不是这样一个顺序来学的 你是隔一天学下东西隔天学下东西 你的学习效果肯定是不是特别好 这很正常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同学说我老师我学了很长时间了 对 开森学了 很很久很久 但感觉总是自己学不到位 很正常 对 你要有这样一个系统的学习路线的话 那你的学习方式就没有问题 对 但是你如果不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学的 你东学下西学一下的话 你的学习效果影响 对 并且你可能自己也感觉到自己 学不进去 对 往后学学不了 往前学感觉太简单 好吧 这是这个思维导图 如果需要的可以去啊 最舒服的客人大纲也是一个思维导图 有需要的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当然也可以去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vab课程系统课程 ok 本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是吧 本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当然如果想要去这个思维导图可以看 你可以去加老师的微信 要这个大纲我没办法发给你啊 在公屏上发不出去 太大了内容太多 好吧你自己去加这个老师的微信 然后老师可以免费发给你 啊免费发给你 啊这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 更多的这种总统表达式的使用 以及用法上 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我们讲的都是一些简单的入门的 但以后你们去写的总统表达是当然非常的复杂 如果你学好了这个总统表达是你所写出来 或者说你的应用上 会非常的方便 当然你可以看到人家利用总统表达式的使用写法 对 匹配18位的身份证号 他怎么写的 匹配年月日的时间格式 对 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当然这些东西你没有必要去抢记啊 没有必要抢记 你掌握理解为主哎 掌握理解为主 能够自己动手写出来 当然最好了 如果你自己动手写不出来 也没有必要 对 Python正德表达式语法 确确实实 如果你经常不用会忘 但是你忘就代表你不会 对 我忘了我可以回过头来再看一下 我就理解了 我就能够用了 但是如果你不会 那就是难了 对就难点了 就像我我这 其实很不是光是我 就是很多程序员都是这样的 政治法师语法不可能是 就说永远永远是忘忘不了的 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他就不用 还就忘记了 那没关系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些东西我都能 再去用再去使用 这个很正诚好吧 ok 这是我们本节课这个内容 还有问题的同学可以提问 没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刷有鲜花 我就先下课 当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系统课程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这个微信 扫一扫他的微信而已嘛 要到刚才那个课程大纲 也就是你们所了解到的啊 对你们来说可是 可以是一个思维导图 好吧 可以是一个思维导图 课程的录播 可以去加一下近期老师的微信 要一下课程录播 要一下他相关的学习资料 ok那好啊 本期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